最近有一款豪华品牌的纯电车的热度一直是居高不下 它就是我现在正在驾驶的这台凯加克瑞哥 全新的平台全新的设计全新的科技水平 它可以说是凯迪拉克开启电气化时代的开山之作 今天就让我带大家来了解一下这款车到底有哪些过人之处 看新车就看新车来了 大家好 这里是汽车跨界头脑风暴大会牛开来了 这一次给大家带来的新车呢 是来自上汽通用汽车旗下一款特别的新产品 凯迪拉克瑞哥 按照惯例呢 在介绍这款新车之前呢 还是要来先介绍一下我们这一次的两位嘉宾 一位是我的老朋友 老庙 哈喽哈喽大家好 还有是一位新朋友 阿胜 大家好 接下来呢就来和两位嘉宾一起给大家分享一下对于这款车的一些理解 凯迪拉克这个品牌已经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了 在这一百多年当中呢凯迪拉克一直把艺术与科技作为他的造车理念 瑞哥这款车虽然说是一款纯电的新能源车 火箭车致敬 在内饰方面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大量的经典设计元素的运用 比如说有水鸟的图案 比如说有钝形的这个装饰的纹样啊 在很多豪华品牌的车上我们都会看到这样的一个有传承有创新 然后把这些传承和创新融合在一起的这种做法 那在座的两位对于瑞哥这款车的设计有什么想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些观点吗 上海车载第一次看到这个实车 我觉得实车看起来确实非常像干人车啊 就是而且呢又很有这个未来感 刚才你有讲到他的这个尾灯设计对吧 我觉得他尾灯设计就是他其实有很多细节在里面 他就很像那个凯拉克那个顿辉里面的那个蒙德里安的那个抽象画 他是那个感觉 他这个叫流光飞翼式尾灯 他是有官方官方的这个名字的 所以我觉得就是这款车你不管走到哪里 真的他就是自带这个气场对吧 我觉得是的 我非常同意老师的说法 那么这个瑞哥的logo也非常有意思啊 他是被一个隔山给包围 他配合58根发光的灯带啊 他的转向灯中望灯大灯会依次亮起啊 非常有一次感给人一种眼前亮的感觉 凯德拉克瑞哥的内饰呢 也是我见过的非常有豪华感科技感的座舱之一啊 因为他在这些未来感的设计之下呢 其实还有很多这种豪华的细节 比如说他的门板被有这种新兴点点的镂空的设计 而且呢也采用了这个激光石刻这样的一个新的技术 那在维持豪华质感的这种用料方面呢 也用到了这个白栓木这种比较特别的有质感的材料 那我前面在说设计的时候 其实也说到了创新与传承吧 对吧 但是我觉得内饰这一块肯定也是采用这样的一个融合的方式啊 老苗你觉得在内饰方面有什么这种背后传承的故事 给我们分享一下 我觉得啊 就是他这个内饰里面最吸引我的是他这个椅子 这个座椅他很有意思 就是传承的吧 就是传统的豪华车 咱们用的都是这种啊 哪怕的真皮 那这个我觉得他用的是哪怕真皮 这个是我觉得是他传承的一部分 但是呢 他的这个样式可以说是突破了 他的这个座椅的样式呢 用的是这个就是美国特别有名的那个 伊牧斯的那个美式的现代休闲椅的这个样子 这个在家居设计界绝对是超级网红 就是你一看哇 这座椅还真漂亮 那作为年轻人喜欢的啊 我觉得肯定在这个车上也会有 那阿胜有没有觉得就是特别适合这种嫩的人 像你这种嫩的人啊 这样喜欢的东西啊 其实我平时比较喜欢听音乐的嘛 然后他车里面有个logo发现 就叫AKG爱科技 我们一般叫个名称爱科技 它是一个日本的非常知名的音响品牌 然后他这次是首次和车企合作 然后现在配置也非常不错 19个扬声器 1400瓦的一个功换 非常不错 而且经过工程师经过数百个小时高中进 包括低速高速的一个动态的调教 所以他这个车的NVH等等都会非常好 然后呢 我呢 其实非常推荐大家一定要试一下锐哥的一个功能 那就是Super Cruise 超级驾驶辅助系统 这个我觉得非常有科技感 有未来感 而且呢 大家最关心的安全问题 都已经帮你做好了 已经经过了5400万公里的这样一个安全的行驶的距离 这个我觉得也是等一下一定要带你们两个体验一下的 这个Super Cruise其实我们之前都有听说过 因为它已经在这台拉克旗下燃灭车上面有用过 对吧 重点有两点 第一个呢 就是说高精度的地图 已经这个对高速公路 然后还有这些快速路 基本近乎百分之百的这个覆盖 而且它的这个里程是高达这个32万公里 然后现在可以用的 对的 有32万公里 然后第二个层面的话 就是它的这个高精的这个GPS定位系统 它的这个感知能力啊 是这个传统GPS的4到8倍 那我觉得有了这两点 它可以实现这个车道级的这个导航 这个就很厉害了 对 除了呢 对除了吴老师和妹妹要说的 我觉得还有个点是确实老了少了都要用上 比如什么呢 就是它的有一个 如果大家用手机去拍摄它的方向盘的仪表盘位置的话 你会看到有几个点 那几个点是干嘛呢 一个是微摄像头 一个是宏观规感器 这是未来监测驾驶员的注意力的 它又是视线 防疲劳 就而且你打开Super Cruise的时候 比如说你现在 你把它头一低下的话 方向盘和 不能说这个东西 我得等会说 保格密啊 就是它会有一种方式去提醒驾驶员 注意力极重啊 不要走神 那具体什么样呢 等会我们再一起上车开起来感受一下 可以 现在在购买燃油车的时候 我们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区分 就是这个车是不是有改变的 对吧 灵魂拷问 那这个车呢 因为它诞生于现在的最新的通用的纯电的平台 奥特能这个平台 我想大家对这个名字也是如雷贯耳的 对吧 然后它给到我们就是一个先天的一个纯电的平台 因为呢 传统的燃油平台呢 可能对于现在的智能啊 包括一些新技术的运用 没有办法来支撑 那海道科瑞哥这个车呢 我觉得没有任何这方面的顾虑啊 这个奥特能平台 大家对于它的各方面的表现 包括之后的一些期待啊 都还蛮高的 对吧 对 我觉得就是至少有两点啊 就是可以去说一说 比方说这个上级通用 其实是有参与它的这个电芯的这个研发 跟设计 然后 所以说在这个大家最关心的这个安全性跟稳定性方面 我觉得这个是大家可以放心的 对吧 那么第二点的话 就是它的这个前后双电机四驱版本 这个百公里加速啊 可以做到4.9秒 这个就很厉害的一个成绩了 这么大个车拥有一个和跑车一样的加速性能 对对对对 除了妙老师说动力强之外 我觉得不断要跑得快 还得跑得远 你不能4.8秒4.9秒 就跑个50公里 那肯定不行 对吧 所以它这个奥特能平台确实非常不错 它可以做到有一个95.7千瓦时的一个电池 它在CRTC的这个续航的测试当中呢 可以做到653公里的续航 而且包括它四驱高性能的这个尊贵版 也是可以达到600公里以上的 那这样子一比的话呢 确实比传统的BBA的这些电动车来说 确实更高个层级 那具体开起来怎么样 什么感受 我们接着上车感受一下 好啊 两位老师 我们现在终于来到了瑞哥的旁边啊 我想你应该都迫不及待了吧 我说了三遍了 赶紧上车上车上车啊 怎么样阿赶 一上车的这个感觉怎么样 觉得安静 熟悉的味道 没错 而且更加安静 NV是做得好 NV是做得好 是的 那阿赶跟我们说说这个AKG音响了 AKG音响那我就老懂了 我也说一坐进来 你会发现这个地方的听音环境啊 比我们刚才这个录音棚里面还好 火车啊什么切割机啊什么事情都没有了 昏霞也没有了 你一拍手 声音很快就消失了 所以咱们就说 印象里面就说到三分靠单元 七分靠升学 它这个升学环境设计的真的相当不错 因为它在研发的时候也做了很多测试条件嘛 而且这几个单元啊 你们可以摸一下这个 咱们在门板上这个单元啊 是 虽然说它是铝合金金属的 但是不拿手 是很光滑的 这就考验到了咱们这个材料的处理 而且它这个面板的面积很大 说明它这个扬声器的单元 尺寸也很大 然后我还留意到头枕这一块的 这个就是头枕上这两个 也算是两个单元 那么这个有什么好处呢 就平时比如说SuperCross 它可能提醒你的一些路况啊 什么的 那就不会影响到副架或者后面的人 就比如说你可以让导航指示上的形式 然后主动降噪什么 这也是用这个头枕的单元 给到你最直观的一个MVH的体验 而且这样子多两个单元的话 在立体身上感觉会更好一点 还有呢我就留意到 有一个东西阿胜也肯定喜欢的 什么东西 就这个车是有拨片的 啊这个拨片不敌 嗯对吧 因为我们其实很少能够在电动车上看到我们热爱驾驶的人喜欢的拨片这个 对吧 这个拨片呢 其实它是一个很有趣的啊 这个功能 它虽然说不是用来换档的 但是不是下电档 对 它呢是一个动能回收的一个按键啊 在这个 可能你等红灯啊 或者是当你需要减速的时候 你可以来使用这个拨片 我就觉得有点像打游戏的这种感觉啊 就多给你一个道具 对吧 啊 这个还是就是可能 呃 凯迦克对于这种科技的追求啊 他在这种驾驶的过程当中也要给到你这种科技的小彩蛋 没错 然后呢 说到这个 Supercruise 嗯 这个系统啊 我其实觉得就是它的这个便捷啊 实用这种程度啊 我觉得还是非常方便的 就是比如说你打转向灯的时候啊 它会自动完成便道 而且呢在现在大家比较在意的这个智能驾驶辅助的监管方面 它也是有一个非常全面的体系跟算法在里面啊 就比如说它的你方向盘后面的这个摄像头啊 然后会监管你的这个视线啊 监管你整个人的这个注意力的状态 嗯 一旦出现可能有分心啊 这样的一个情况呢 它会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啊 灯光声音还有座椅振动啊 对吧 啊坐椅振动是我们就是阿盛比较喜欢的这样的一个啊 啊 那确实挺好 为什么坐椅振动可以不发生意来 那比如车内有人在睡觉啊 或者怎么样 它就不会影响到乘客 还是比较的有贴心的感觉 对 因为这个又要说回了 它整个座舱内的氛围 就是让你感觉非常安静 非常舒适这样一个感觉 在这种小的细节上也要让车主啊 它的尊贵的客人啊家人也有一个非常好的豪华的体验 没错 其实我觉得就是这块33英寸的这个 湿网膜屏 哎呀我觉得效果特别好 你看它其实表面贴了一层膜对吧 也就是说它不光光这个是清晰度特别高 被老庙这样一说 我觉得这个曲线屏其实它没有传统车上的那个遮阳板 对啊对啊 它可以就是让你看起来没有任何的遮挡 但是确实是要在各种复杂的光线下 都要有到一个比较好的视觉的感觉 这个倒也是一个科技啊 我们刚才其实走了这段路 这个光线一直在变化的 但是你会发现这个屏幕完全OK 就是你看得非常非常清楚 它不会有什么变化 让你觉得某一个角度好像看起来比较费劲 最后呢要进入我们这个节目的传统环节了 保留曲目啊 你会不会把凯德拉克瑞哥这款车 推荐给你身边的朋友 我们从老庙开始理由是什么啊 我觉得我肯定会对吧 那么我会推荐给什么样的人呢 我想我应该推荐给像阿盛这样的年轻人 他具备几个特征啊 就是说首先呢就是年轻 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说敢于去拥抱新生事务 那么第三个的话我觉得就是说比较潮流 对 我也想说潮流 对像阿盛今天就传的比较潮 那还是吴老师潮一点 我觉得就是潮流这个吸引力还是蛮大的 那么最后一点也是很重要一点 就是要有一定的经济实力 这四点我觉得缺一不合 对 阿盛最近合作的确实有点多了是吧 没有的没有的没有的 我觉得我同意淼老师的说法 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说可能我会推荐的朋友呢 可能就是比较注重内饰的质感 其实我身边有些朋友呢他是不在乎他不在乎 但是我觉得还是有很多咱们住在上海嘛 生活品质啊 什么用料啊 这种设计感啊 小细节啊 就对这些细节和质感要求比较高的同学 细节控 啊 细节控 还有就是呢 其实这个外观呢 我们可以说到张扬 但他的品牌是有底蕴的 他品牌是相对来说 对一百多年了 一百多年 他不是那种新实力 所以会对一些品牌比较有执着的 对于这个品牌的影响力也好 对于品牌的沉淀也好 比较有执着的朋友 对 不止就有些小伙子可能就 他觉得出一个就随便买 但是我觉得有些人还是会在乎 美国车的一种感觉 这种美国氛围啊 这种感觉 我呢肯定也会推荐给我身边想要买 就是特别想要买豪华品牌的电动车的人啊 而且呢 这个人群呢 我觉得还有一点是会和凯迪达克比较契合的 就是艺术与科技 没错 就是如果他对这两个方面都很感兴趣 而且呢 想要有一个豪华品牌的纯电的车 那我觉得凯迪达克是最合适的选择 完美 好了 今天我们跟两位嘉宾呢 也聊得很开心啊 大家对于凯迦克锐哥这款车 其实他的新体验啊 包括智能啊 包括纯电这一块 其实都很过瘾了 对吧 那接下来呢 也非常希望大家能够跟我们多留言 多互动 有什么想问的 想了解的 都可以通过我们这个平台呢 来跟我们进行更好的交流 差不多就聊到这边了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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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